接着生活不可不知 要来告诉您是五星级饭店 贵松松 但是东西真的可以信任吗 在今天被听爆 大苍酒盒竟然用过期食品 这个芋头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已经不新鲜 甚至有些白斑发霉的痕迹 让消费者对他的信任 难道都付诸流水了吗 发黑鱼肉的话是有 因为他已经放了一段时间 那副主席这边是把它做成 就是先把它烫熟以后 然后再把它烤一烤 变成离松 然后再使用这样 我跟公司反映这件事情 那公司的反映是 没有给我什么样的明确的回答 那我在二月的时候 就被离职了 好 被一位离职员工踢爆 大苍酒盒用了过期食品 在今天我们独家邀请到 这一位离职厨师小林 小林 当时的事情是 你怎么发现他用过期食品 主要是由我们的住厨 跟里面的厨师提供 住厨就是助理厨师 对对对 然后提供这些证据给我 九月份的时候 有过期的虾子的 那个赖人的群组的电话 所以大苍酒盒 总共被你发现过三次 使用黑性过期食品 一次是虾子 一次是蚝 一次是鱼 对对对 好 先来说第一次 第一次是虾子嘛 对 那次是他说今天进的虾 过期了 抓住了 所以证明这个虾子 确实当时是过期的 对 因为这个照片的部分 是在九月二十四号拍的 那虾子的日期是到六月份而已 所以到期日是六月 所以他过期三个月了 那天进货 你们没有发现说 这个是六月份就到期了 九月份现在进到六月份 到期的虾子 你们进货的人没有发现吗 中货师也没发现吗 他们有没有发现我不晓得 但是因为住厨发现这件事情 对不对 就是住厨后来发现 对 住厨后来发现 后来发现之后呢 他有去反映吗 他有去跟就是当班的主管 反映这件事情 对 那有请采购他们 把未拆箱的部分 就是退货 那刚才是进几箱 总共进五箱 五箱 那有几箱 两箱拆开 两箱拆开了 对 那退了三箱 退了三箱 对 所以那两箱后来 那后来那两箱 吃到客人都住了 对 两箱差不多多少 多少蜜蜜 一箱就大概十支这样子 十支 一盒十支 一盒十支 对 一盒十支 那一箱大概有二十包左右吧 二十包乘以十支 一箱两百吃 两箱四百吃 吃到百度来 这是第一次 对 第二次呢 十月份的话是芋头发霉 来 发霉的芋头 来 我们再来看这个赖的对话 出事不要找我啊 我先换餐啦 超饿的啦 要去吗 还是先留 留 关键在这里 留 来 要留吗 给大笔处理 大笔夕像 就是我们的副主厨 副主厨 对 是 就是他叫我们削皮用掉啊 还给他处理 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 这芋子你们发现的时候 也就是底下的人发现之后 对 有跟 其实也有反应了 对 有反应了 但是 留 对 他的指示是说 把皮削一削 那里面还可以用 所以发霉的芋子也吃到肚子里 对 第三次呢 第三次的话是由黑钓的鱼做成鱼松 黑钓的鱼是已经炒起来那种啊 对 就是比较 就是已经不能食用的 变成鱼松 对对对 好 那经历了这么多次 你知道这么多次之后 你又觉得说不可以这样嘛 是 没良心 就说你有去举报他 对 我在公司 我12月接到同事的这些的证据跟检举以后 由我当代表去跟公司检举这件事情 包含这些证据我通通 你很感激的 你不怕没头脑吗 没有 再走就好 蛤 来 跟他就问一下这个 我骗的人都没去找总经理 他很认真 要来去找总经理 你看他很感激的 那我后来有跟我们的日记主厨说明这件事情 那由日记主厨带我去跟总经理反映这件事情 对 结果总经理怎么说 那说他说他会处理 他说他会处理 对 结果呢 我来不及听到结果 但是你到底他说他会处理之后 有没有发文啊 有没有公司的 就刚才发文 来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有没有处置办法丢掉 还是退货 还是什么 有没有 或者是惩处 当初决定要留要用的人 有没有这个动作 应该这么说 就是9月一件 10月一件 11月一件 基本上我是因为发生了车祸 然后隔一天被通知了 就是不用设计上班等等 那因为这部分 你发生车祸就叫你们去上班 那因为这部分因为已经有 我有去劳工局做申诉了 那是另外一桩市了 那有保密的协定等等 所以就内容不相似 我们来听 第一时间发现用过期食品的助厨 他怎么谈这一段过程 先前厨房的温妇厨厨 曾经在105年9月24号 还有10月中的时候 要求我们使用过期的虾子 是有同事发现 预筹有严重发霉 然后询问温妇厨厨 该如何处理 温妇厨厨告知他说 那个发霉的芋头 就将发霉处消掉 一样可以使用 就叫我们晚上大天妇罗出产 后来温妇厨厨 请我们很快将上位拆封 这虾子给采购部拿去退掉 好 这是我们独家为您掌握到的 录音档还原整个事件的过程 不过 憲哥 大仓酒盒 对 大仓酒盒那是很高级的亨点 对 如果大家到日本知道 大仓饭店在日本是百年的大饭店 所以当初在民国九十三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在筹备 然后到差不多一百年的时候 开始在慢慢兴建的时候 很多人都想说 哇 台湾终于有一家 日本的百年饭店到台湾来开 那这样的话会把日本的精致文化 整个它的服务文化 整个移植到台湾来 那他因为大仓酒盒是跟大仓合作 所以第一年的时候日本大仓是派他的人员来管理 但听说好像第二年第三年和约绝世以后 日本人就回去了 就现在已经是整个台湾人在经营 那很多人在经过那一段的一个时间都觉得很奇怪 台湾怎么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魄力 在中山北路跟南京东路 中山分局的隔壁 那一个土地是六百五十平 谁有这么大的魄力 东方去的时候大家都在看 是啊 而且记者去问 都没人知道那堆堆到底是谁的 后来一直问 终于有一天他八点去等 有一个黑衣裳 借一台金箍金箍的楼面下来 那个黑衣裳看起来看 散散的 就像王勇庆 后来再问旁边人才知道 原来他是真正的大地主 他的密码本是全世界最大的著作 就是他的祖父 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书 他主体思想各位去看好 这个韩文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后来再问旁边人才知道 原来他是真正的大地主 都问都没有 因为只知道他的名字是陈朱祁 也不知道是谁 所以他是当初建大仗酒盒的这个老鸡就对了 老鸡就是他 老鸡就是他 他建的那时候八十一月 现在今年已经八十六月了 也就是大仗酒盒到现在 差不多四年至五年了 现在应该是要学生的房子 现在他们第二个儿子在房子 他们第二个儿子在当事长 所以一直在问陈朱祁 这人到底是谁 问没有啦 不过去中河 那中河丹家 去中河问的时候 只要去问到中河的屋长 以前就是中河寺长 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你为了 旁边过那个法庄丘下来 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烟棠 那就是银岛的银岛 银岛 那以前是草丹的银岛 那个银岛要到的 那个草丹岛叫海山砖窑 海山草丹岛 那个土地五千多元 在民国六十年的时候 那时候房地产一开始而已 跟他们各个十八岁 他们各个大十八岁两个人 就开始在那儿去草丹岛 草丹岛你知道那时候很坏坛 一个草丹它一口银 本质就要五角 所以做到做坏坛 但是一直在做 两个人无力在做 做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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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大型的众友情 所以变成全大型的 结果人也最转型 他发现说台湾 新北北部的房地产起飞的时候 总要有外走 总要去做钢铁厂 总要有总要改做太龙银铁 总要开始跟宏吉村 买来做台北二丁 他们的家族 跟李家李天使人合作 做一个太龙银铁 那天刚刚天一去三七 那天一年去三至五倍 原来都疼得 以前你做钢铁厥的時候 因为钢铁厥要塗 那边都橫档 五片 了解他 正式说他们家的土地 就搁来看看 在购陷 那土地原本是 ال aman 章あの 到最後都買歐帝 歐帝落後都擠水 土地本來有價值總是變不價值 不價值要怎樣 不然等待會不然你給我買好不好 好啊 總是一直買 綜合立元這個 萬幾百的都去買去 萬幾百喔 最多地主 綜合大地主 對 買人他很聰明 他總是在鋼鐵場探錢之後 他總是南京東路一段到三段 他總是要做那個松山縣 他總是開始一直買 所以南京東路有很多他的土地 我們現在那塊大昌酒河那塊650平 他本來在那一塊老廚四十幾平而已 其他六百幾平都別人 他叫他們兒子慢慢收 不要急 慢慢收 價值我們就去買 經過六年的時間 中午的都給他收了 從來變650平 都準備三年 所以總是從頭到尾都準備十年 就蓋起來 大昌酒河這次怎麼度過 黑心食品危機